他觉得他自己很懂 在当时 所以他在前面 他夸服我没念 他说他进来超码两年半 夸服前面五年算是荒废了 所以他总共接触超码 是在七年半前 他等于是元老中的元老 但是没有好好修 就是太阳圣则说的 在超码世界里面 只有比相应的深浅 没有比进来的时间长短 搞清楚 所以我要讲了 我讲到这里 今天搞不好你要坐健身车回家了 搞不好最后一班车都没办法坐 没关系 还是说台北的 台北街没去工具叫 要不然去订一下优摆 对不对 马来一下有没有优摆 然后去站一台 东台 我就想到 这两天有学员呼唤我 导师 导师 你知道只要不经常 写心得的学员突然呼唤我 都会有点怕 因为突然来找我的总美好事 这是我的结论 但是最近也有点如法实修 少许了 突然来找我 前面都没出现过的 有捷报的也有 少许 但大多数来找我都是准备好 这个学员就来找我了 他说 他去接引了一个人 什么都 参加了超码以后 什么活动都参加 课程都参与 没有少过 但是生活性就是没有改 而且呢 现在呢 还是跟来超码之前一样 苦不堪厌 这我看了 我是不是心情就不好 为什么来超码没有改变呢 是不是 但是我自己心里有数啊 是不是 是不是跟他讲啊 内外双云啊 如法实修啊 地毯式的 真的 全部要进去啊 结果这学员又回了我 他说 是的 我们都了解 但是我跟他一样 我们都是佛教团体来的 所以现在 我们也就都在这两个团 就是超码跟佛教团体 都在好好修 我就不讲话了 是不是 我就给他一个双手和属 我在这边我讲一句肺腑之言 我遇过不止一个 不止十个 在这些年里 都是来到超码以后 学超码 还要加上他自己 认为要加的功课 结果最后学的 都叫做里外不是人 原来系统也没学好 在超码里面 也不开牌 然后我最后 有些学员 他急了 我也急了 他说 老师怎么办 我说怎么办 我也急了 你知道 他因为一直逼我 问我怎么办 我也急了 我跟他讲 那就这么办 他说怎么办 你做实验 你先把你混在一坛的这些 你帮他分清楚 超码是超码 你先做超码的实验就好 可以吗 不好意思 耽搁你几天 你就做超码实验 真正的如法实修 可以吗 好吧 那我试试看 就试了不都开牌 试了就开牌